为什么我从来都不过生日? Because nobody really fucking cares about you, my friend! 干杯! 分别来自上海哈尔滨成都 我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 从中国的三个角落因为一个国家的使命 西部大开发 在50多年前汇聚在兰州这个地方 开枝散叶再未离开 一片荒芜中我爸出生了 五年之后我妈降临了 22年后宇宙网红横空出世了 27年后你们认识了我 深刻地体会了裸眼四地的魅力 和日常在屏幕前被洗脸的快乐 体验了天天炸了的刺激和独自灿烂的鼓励 你们在屏幕面前看到的我 四星大方帅气逼人 魅力无限 我极强的个人魅力导致一些试了志的girls 天天在粉丝群和私信里夸我长得帅 你们是一群被我口菜莲花到近视的宝贝们吗? I love you girls 如果你们以后找男朋友就按照我的形象来找 答应我好不好 就是他的手势要没有我这么多 你跟他分手 但是 无论多么强劲的参天大树 往往都是从最黑暗潮湿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 相信看完这期视频 你的所有不自信 你的自我怀疑 你的迷茫和无助 都会烟消云散 因为 我曾经也是一个极度没有自信 蹲在角落里 从未被大家看到过的 Nobody 所以屏幕前的你们 无论多么的不被人看好 无论多么的自卑 都给老子打起120分的精神来 不许唯唯诺诺 不许自我怀疑 我以亲身经历告诉你 我是怎么从一个大装逼成为宇宙网红的 我不希望我的标签仅仅是一个网红 我把每一个喜欢我的你们 都当成自己最好最好的朋友 你们的每一个私信我都会看 虽然不是每一个都回复 因为时代太忙 所以每一期视频 我都会跟你们说一些掏心窝子的话 希望你们也把我当成一个朋友 去掉网红 或者导师 或者人家去掉这些滤镜 We are friends 前22年我一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 出生在一个小城市 家境也很一般 学习成绩也很一般 基本上喜欢的女孩根本看不到我 被好学生打了 老师批评的都是我 小时候牙黑头发少 被人说长得丑 被人侮辱也不会回嘴 因为我那个时候嘴笨 你他妈现在你给我试一试 在幼儿园天天尿床被嘲笑 小学考初中都落榜着我 上学的时候自然也没有任何一个老师 认为我会考上一个好大学 刚才一年的时间 我从全班到处第二名到前十名 顺利考上了211大学 因为我知道 那是唯一的 我可以改变命运的办法 没想到 那个竟然是我这辈子最最努力的时光 说起来真的有点惭愧 大四到毕业呢 我打了两年的英雄联盟 我从青铜舞一直到白银一 排华了两年 没错 我就是一个连打游戏都打不好的蠢货 每天研究最多的就是 怎么喷人喷得更有创意 那个时候的功底造有了现在我骂人的绝技 王者研究战术 老子研究嘴笨 淋车飘以骨灰办饭 我是你野爹 张口就来一串 你知道 我现在就是一朵白莲花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个十足的loser 我前途一片迷茫 我不知道荷兰的底下 我一直在浪了 以考研的名义 瞒着我的家里人在成都谈恋爱 第一个名副其实的GT宿主 OK 打游戏吃火锅 约会睡懒觉 在同龄人考研留学工作的时候 我在网吧整夜整夜的浪费时间 我徘徊在各种夜宵之间 那个时候我就抱着一种幻想 我觉得自己早晚可以财富自由 早晚能开上跑车 我盲目的自信 真的就被一件事给打破了 那个时候我在成都的女朋友告诉我 她说她谈恋爱了 没错 她一直都没有把我当做男友 我在这个时候才知道朋友和女朋友之间 有这么巨大的发挥空间 看到了吗 就是一个又一个清醒的女孩 塑造了现在的我 就是我把我人生的每一个坑 都展现在你们面前 绕开把我求求你 颓废的我呢 那个时候就被一个朋友骂醒 我去了北京 辗转过几个小公司 拿过三四千月薪的低工资 每次坐着公交车 经过三行路的时候 看着那个高楼大厦 我就想 在这灯火璀璨的城市里 什么时候才有一盏灯 是为我而留的呢 会不会我只是一个普通的 再普通不怪的人 我每天都这样怀疑自己 我坐过一个垃圾 我知道一个没有上进心的人 是多么的恐怖 如果不是高三的时候 上天眷顾我 让我醒悟了一整年的时间 就好好学习 真的是鬼使神差那年 在好好学习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现在真的不敢想象 我自己在哪个地方苟且偷生 我完全不敢想 回到主题生日 每年生日 我都会或大或小的 请一些朋友来办一些聚会 但其实没有一次 让我记忆深刻过 在那个场合 我们说了些什么 做了些什么 因为什么而笑 谁是真心祝福我的 有时候我真的像是一个旁观者 坐在聚会的最中间 看着朋友们在那边欢笑 推杯唤盏 但我耳朵却听不到任何的声音 我像是抽离出那个环境 一切都像慢动作一样 在我眼前闪过 这一切仿佛与我毫无关系 我就感觉这些东西毫无意义 我内心的声音越来越强烈 生日真的值得我去庆祝吗 到底值得吗 于是我在22岁那年的时候决定 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过生日了 当然这之后每年能想起来 给我发生日快乐的人 包括父母 不超过我的人 Because nobody really fucking cares about you my friend 好像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才和独立这两个字 有了一点点关系 从初中那个默默无闻的不自信小孩 到高中那个不被看好的差生 从毕业那个打了一年游戏的 蠢B 这一路走来的20多年里 我的人生最值得庆祝的事 好像只有生日 这是一个人身上最微不足道的日子 这根本都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我不想再做小时候那个默默无闻的小孩 我也不想再做老师眼里最后一排的差生 我也不想再做城市角落里 苟延残喘的垃圾 我不想再让自己的人生值得庆祝的 只有生日 Anything but ordinary 什么都可以 我只是不想沦为一个普通的人 所以当我工作之后 我带着实习生们熬着一个又一个的夜 做着PPT竞标失败了的时候 当我花费了无数的时间写下的文章 阅读量为个位数的时候 当我咒服夜出剪出来的视频 无人问津的时候 当我孤独的埋在黑暗中工作 没有一个人安慰我的时候 我一直都保持着盲目的乐观 这种乐观不再是早晚开跑车住豪宅的 这种盲目的乐观 是我在成长 我知道现在的自己比之前好了不止一点 而且未来越来越好 这种乐观 虽然过程无比的痛苦 挺难熬 但是我的每一天都非常的开心 我每一天都是笑着的 这种自己给自己带来的快乐 反过让我回到了高三的时候 学习的那个状态 我知道自己的人生 必须改变 刻不容缓 因为我想在赢得每一次艰难险足的竞标之后 带着一群人出去喝酒蹦迪的庆祝 因为我想在广告创意被观众认可之后 看着数据飙升 自己抱着手机暗自庆祝 因为我想在视频发布之后看到你们的每一个弹幕评论 三连私信 告诉我你们变得更好了 告诉我谢谢赤燕让我清醒了 让我在这些感动的反馈里喝一杯Whiskey 默默的庆祝 庆祝生日嘛 这件事算了吧 根本都不知一提 未来我还想让你们见证更多我值得庆祝的人生时刻 我不只是一个网红 我还是你们的朋友 是你们携手恭敬的战友 是一个值得你们关注的人 我根本不像细景牡丹 我也不像杨帝 我也不像任何人 我就是我自己 一株独自灿烂的熊熊烈火 你们真的无法想象 独自灿烂之后的人生有多么的奇妙 好像人生从黑白直接变成了五彩缤纷的颜色 优秀的朋友都会向你聚拢 优质的资源都会向你敞开大门 一切你所渴望的 你所期待的 你所梦想的 都会向你慢慢的靠拢 而一切你曾失去的 你曾得不到的 你曾为之流泪的 都会回来找你 所以无论你的起点 多么的低 无论你的现状 多么的卑微 无论你有多么的不自信 只要你开始行动 只要你找到自己的目标 所有所有的苦难 都会成为你胜利路上的寻找 牛顿早就解释过独自灿烂的原理 质量越大 引力越大 只有当你自己的人生足够的精彩 你的学识 精力 魅力 个性 都在为你的生命增添质量的时候 你的引力才会越来越大 你才会吸引到周围的行星 你才会照亮宇宙的黑暗 你才会孕育出新的生命 其实物理学早就告诉我们 独自灿烂是什么意思了 要做一颗恒星 独自灿烂 要让自己的引力更大 要让人生有更多 值得庆祝的东西 27岁 是我这五年来 唯一一次值得庆祝的生日 因为我在这一天 确定了做衣服给你们的工厂 让独自灿烂成为我们的暗号 希望以后在街上 两个穿着我的衣服的人碰面之后 你们可以心照不宣的 我在这一天也第一次收到了 视频广告的收入 谢谢甲方爸爸对我的信任 断断续续做UP主会一年的时间 终于有了第一次的收入 我也会在月底的时候 给大家抽一个奖 回馈给你们 这个钱不是我一个人赚来的 也有你们的一分钟了 我在这一天 确定了自己未来要做的新项目 以后慢慢给你们揭晓 重新扬翻体行 乘风破了 我在这一天收到了你们每一个人 在微博 微信 后台的私信 对我的生日祝福 这是我这么多年以来收到过最多 也是感受最真挚的生日祝福 虽然我没见过你们 但我总感觉自己其实和你们距离蛮近的 我在这一天收到了奇葩说导演的邀约 让我去参加第七届奇葩说 诶 真的是谁喘多的 我就觉得你们在评论区 一直爱看人家奇葩说的导演 人家真的就来了 我比女装挑战还要紧张 就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完全没有逻辑 而面对着一大堆的导演 摄像机其他的大神 我可能会现场的我很怂很怂的一个人 在网络上我重拳出击 在现实中我就是个很蠢 但是人生不就是一场进一场的挑战吗 我要把独自灿烂的理念发扬光大 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 大不了就被喷了 大不了就被淘汰 大不了说不过别人 我就说我炸了 我说不过别人我就说你炸了 回到B站我依然是个王者 奇葩说剑 宝贝们 其实值得庆祝的 根本和生日无关 是我被你们所认可 也是我找到了新的人生的方向 是我开启了新的人生的可能 希望在未来的每一天 你们都能过得精彩万分 有更多除了生日以外的 还值得庆祝的日子 希望未来有一天 能有个人和你们并肩作战 度过每一个难熬的日子 但是在此之前 我还是那句话 去独自 猜